好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二 那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天 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您是一个财经专业的人士 如何通过网站运营的网站 并通过网站可以收到一些收入 那这是我的一个客户 现在大家屏幕上看到这个公司呢 是我的一个客户 那我的客户呢是哈佛这个MIT的MBA毕业 他是一个财经方面的专家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他经营了很长时间 同时也帮助他就是说很多收入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您是这方面的人才 那如果就是说可以从这个网站中 得到一些借鉴也可以 所以您也有可能呢就是说做这方面的事情 那首先呢这个网站呢是一个会员网站 因为他是一个财经专家 所以他写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那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是对外开放的 那大部分文章呢是会员才可以读到的 所以首先这是一个会员网站 那我想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网站的主页 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页呢 主要呢就是像一个就是说杂志类型的一个编排 那所有的文章都放在这里 就要就是说大家 还有看到这一面呢就是说 有这个小锁头打开的是公共的文章 就是说你直接可以点出去就看到 你是可以全部看到 但大多数文章如果你看到这个没有小锁头的话 这个都是必须是会员才可以看到 大家有看到这个 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会员才可以看到 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一他的第一收入方式 就是通过讨论的内容呢 然后他收取一个会员费 然后这个会员费呢可以帮他带来很大的收入 那第二部分的收入呢就是广告收入 那他这个广告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因为我的客户非常的大 他很有名气 所以他的客户呢相对是非常大的公司呢 大家看到这都是 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广告 这是一个头版广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呢还可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NPU广告 这是一个第二版的广告 也就是第二重要的位置 那这里还有中间的广告 就是说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网站嘛 所以你的广告位是可以差的很多的 当然不是越多越好 你肯定不像大家看到都是广告是吧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排放方式 就是中药广告 然后次药广告 还有中间广告 但如果你想加的更多的话 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这个网站的流量很大 所以他的广告位卖的也很贵 而且呢也是就是说非常抢手的 那这些的公司大家都看到 是非常非常大的财经公司 那很多客户都是华尔街的客户 还有欧洲的客户 所以大家知道呢 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这些广告位呢 帮他带来第二部分收入 那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说您看到呢 他还运营一些 就是说平面的东西 这是他的一个杂志 就是杂志呢 当然也是因为是印刷勿蒙的 在杂志里面可以放更多的广告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收入方式 另外呢就是所有的文章呢 就是他可以帮他以他客户的名义 去写文章 这个呢就是说 如果您做一些自媒体的话 您大概清楚 这个叫sponsor articles 就是说你写文章 但是呢不是用你的名字 是用你的这个客户的名字 所以这也是另一种 这个方式可以带来收入 所以大家看到呢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流量很高的网站 像这个流量高 而且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网站的话 你的这个收入渠道是很多的 那大家有看到 从这个manuals里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他还做这个consulting的工作 就是说那咨询呢是所有这种 就是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种 专业人士的服务 所以咨询和培训呢也是一部分 而且呢就是说网站 你还可以以你公司的名义呢 去运行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 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events 还有这个就是说webners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些呢也是手里取当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以你的名义 去组织 以你的名义去组织这个活动 或者是以你的名义呢 就是说去组织一个webner 或者呢是去采访 其他比较大的公司 然后办这种podcast 这个都是可以的 而且这些呢都可以帮你带来收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如果您是金融方面的 一个精英的话 那您可以就是说建一个网站 像这个客户的网站一样 做一个会员网站 然后呢会员收费网站 同时呢再结合其他的这个收入渠道 这样呢这个网站呢 就可以完全代替你的全职工作 然后让你在家里轻松赚钱 所以这呢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创业渠道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欢迎来联络我 那如果就是说您想知道 就是说会员网站是怎么样操作呢 是不是很复杂的 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会员网站的模式 如果您去我的公司的网站 然后您看到这边有一个shop 这个shop这边呢 有一个59块9毛9 每个月的会员网站的 自己的套餐 那这个套餐非常好 比如说你可以 我可以带您看一下细节 那这是一个模板 就是说如果您订阅这个会员网站的 这个套餐的话 您只要每个月叫59块9毛9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网站 但是您需要把内容替换掉 就是这个模板我们会帮你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呢 你只要把不需要的删除掉 然后你把这个需要的地方 把你的内容换上去 你就可以马上营业 而且这个会员网站非常容易使用 在后台的时候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一个这个内容 有些内容是公共内容 有些内容是会员内容 你看到 就是这里很清楚的标明 就是说哪些是会员的内容 哪些是公共内容 这个操作都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您如果对会员网站 比较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站上 看一下这个模板 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联络我 如果您经常在YouTube上的话 您大概知道YouTube上 很多做的比较大的频道 他们都有YouTube频道 同时有会员网站 因为这个就像我所说的 就是说这些博主呢 都非常聪明 他们不会把全部的经历 或全部的信任 都放在社交媒体网站 他们知道这股是一个 他们可以控制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网站 所以他们的会员网站呢 相当于是他们自己的家 那YouTube呢 只是帮他们引流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点清楚的话 您就知道 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是非常重要的 那好 那今天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会以后每天介绍一个课题 那我相信您总会根据您的 背景 您的这个教育经历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主题 那我希望我说的一些呢 对您有一些帮助 那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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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